針對國民黨質疑 宜人士民代表會司機的 臨聘過程有瑕疵 代表會秘書回應表示 陳先生報到時確實有提供相關證件 但是是否有效 代表會沒有辦法查核 如果無效 將依法研議處辦 當時我們代表會有一個司機出缺 所以我們就用那個 臨時任務的辦法上網公告偵查 當初那個陳志偉先生 他也是來的 那他所提供的一些履歷文件 那當然這其中也包括我們的家長 他都有提供 所以我們依照當時他所提供的那些證件 來做一個審查 這部份提到相關規定是沒有問題 那後來就是有一些案件發生以後 我們才知道說他的 我竟然是沒有家長的 所以那時候他在八月多 他自己也自己自動起職 另外國民黨也質疑 宜蘭和平公園環境維護和修散的標案 對此施工所矚密表示 得標公司負責人在標案公告 投標審標的期間 並不具備公務人員 或是在公家機關任職的身份 因此並沒有黃議員所指公務人員 利益迴避衝突的問題 他沒有關於和平公園的一個 維護管理案子來講 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委託專業的公務公司 來舉行相關的規劃設計 因為規劃設計的內容 包含整個宜蘭和劉獄的景觀的指摘維護 包含那個範圍相當的廣 當然很多的大型動作 舉辦民眾專門休閒娛樂跟運動 所以事實上包含這樣的一個 髒亂的一個維護以外 我們也要做相關的災後的 有復原跟搶災的過程 所以相關內容相亂都多 所以相關的駕駛是由專業的公務公司 來做這樣的一個評估來做決定的 事實上整個在平權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都依照政府採購法 那麼才公開平權的一個方式 我們也聘請委外的委員 來一起來協助我們來做這樣一個審議 那據我們在審標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他都沒有是有相關公務人員身份 或是有那種公務人員利益迴避衝突的一個問題 至於為何只有一家廠商來投標 施工所也表示 這是根據政府採購法採最有力標的方式 透過公開評選的方式來進行 拆標的過程也依照採購法規範 和外部評選委員公開進行評選 因為它的服務跟老採購的範圍比較大 而且項目內容比較多也廣 事實上跟內容也相當的繁雜 所以我們就採用最有力標採評選的方式 那因為在評選的過程當中 我們才公告公開公告的一個情況 那事實上都是由一家來做投標 那是現場已經我們外聘的委員 跟我們所內委員 一起來做評選的一個結果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欣採訪報導